MMA綜合格鬥 我有聽過MMA綜合格鬥 因為我平時也有看過很多比賽 我很喜歡有些出場的選手 他們會打後空或側手 然後在比賽做迴旋踢的 我經常覺得只會在漫畫中 才會出現的動作 竟然可以真人看到 所以我本身在拍攝這項目之前 我已經非常有興趣 自己會上網看影片 我因為經常看影片 以為很難接觸、入行 或學習到這個運動 所以一直都是這樣看影片 也不知道在哪裡可以學到 如何可以上課 但我聽說MMA需要節奏 我本身也喜歡跳舞 希望節奏感可以融入 在一陣子學格鬥時 可以更容易上手 大家好,我叫John Pauling,RJ 我是練MMA的 練了七年半 有試過不同的武術 例如泰拳、雪膠和巴西游術 我覺得MMA吸引之柱 就是它綜合了不同的武術 有打拳、踢、雪膠和鎖 我們無可能掌握所有技術 都能達到世界最頂尖的級數 但每個人都懂得平均時 我可以用一種我厲害的雪膠 再破人世界第一 很尖端技術的拳擊手 這就是MMA吸引之柱 就是用我,即使不是最厲害的技術 都可以打贏其他人 MMA大致上 我們會分為站立和地面 站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也要分為攻擊和防守 我們要懂得不同的東西 例如拳、如何防拳 腳、如何防腳 然後爭塞和如何防爭塞 然後慢慢發展到 就是接近地面,由我們站在這裡 如何摔倒人 以及防人家摔倒我們 然後站在這裡的鎖 以及離開別人的鎖 落地下,亦有地面的地面 即是落地摘拳的動作 如何防守、起身 又或者在地面如何攻擊 一些反對方的動作 或者一些鎖技 同時要學習最重要的是 別人也會做一件事 要防守別人的摔倒 防守別人的鎖技 如果提到體格上的MMA 甚麼人會有優勢 那就是一些頸比較短的人 因為頸短的人 頭的槓桿沒有那麼長 所以他打下來的時候 被人打中拳頭的時候 把槓桿吃的力量會較小 比較困難,沒那麼容易被人擊敗 吃的拳頭也可以吃得較重 第二件事就是臂墊 你的手打開這裡有多長 你長一點的時候 就比別人更容易打中對方 別人刺激的時候 你的手可以潛在下面 就可以鬥心一點 我現在算是一個半全職的MMA選手 空月時間就是上班、上學 然後就是練習 我們可能是早上和晚上一課 體能和重訓就另外再計算 香港也很難做到全職的選手 始終要上班 然後有空閒時間就繼續練習 上班多數都是做教練的工作 做教練、教練和組織 維持新計 盡量用自己可以接受的收入 繼續維持盡量全職的訓練 RJ,平時我對MMA也很有興趣 我通常看UFC的比賽 我以前很喜歡一個選手叫小英 現在很喜歡一個選手叫新郎 王旗馬耶夫 我經常覺得他們的摔膠或鎖技 很實用、很帥氣 你可否今天教我一些基礎 輕鬆,沒問題 今天我會教你四個範疇 就是拳、腳、摔膠 以及最後的鎖技 好嗎 學摔膠之前 因為摔膠是最危險的 我們有一個比較安全的訓練 我們平時練習 跌落地就會向後拍跡 今天我教練習會向前跌 所以我們練習拍跡就向前拍 第一個安全的動作 就是練習向前拍跡 好像做掌勢壓 我們跌落時,兩隻手放在這裡… 給力拍,上來 盡量記得收下巴 不要把下巴撞進去 好 收下巴的下巴,跌下去 踏上去 待會我們做摔膠時 就會向前跌 我們落地的時候 手就要下去,慢慢頂著 對,上去 我記得有人教你 就是站在這裡時怎樣出拳 我們打了甚麼概念 最重要是學習防守 如果防守不好 他永遠都不會打到人 好,第一個動作就是 前手的跌跌 然後做防守的跌跌 我們把左手向前跌出去 右手保護眼眉骨 攻擊完之後,我們做防守 所以向後退,收回來 右手拍出來,好嗎 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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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配合我們的步法 向前的時候,我的腳要踏向前 向後的時候,就會向後退 右踏Perry,踏蹦向前 向後,向前 向後 踏蹦向前 向後,向前 向後 我們右腰的人通常會把右手放在後面 左腰就會把左手放在後面 就會反過來 我們打的時候可以看著一點集中 例如你現在想打到前方 怎樣就幻想著前面一個人的頭 你打到他的下巴 這樣就不會左右看 打到後… 回來… 回來… 好,不錯 之後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砂糖果汁的東西 我跟你就會對著站 你這個英文好像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會放好妝 我就會一人一下踏 踏踏的時候,你就會做防守 反過來,你踏踏的時候 就是我防守 好 大約的拖就是 我踏,你退後,Perry 你踏,我Perry 1 2 1 1 2 1 2 感覺就像在玩劍擊一樣 我們看看誰的手可以捉到對方 我踏踏的時候,你便會退後 你踏,我便會退後 記住,我們一打完後 就要收回來 因為如果你不收的時候 就是別人很快地打中了你 我現在嘗試 我們可以鬥快地碰對方 他就是打、吞、打、吞、打、吞 很快 果然是受過專業訓練的 你還可以一直教我 剛才一直打著節奏 對,這就是第一個研究 我們練拳頭的第一個研究 有點喘氣 對,因為那個心理功能 始終不是專業的拳手 多一點,沒事吧 下一個我們練中掃腳 踢下去 一樣我們會由攻擊和防守 一起練習 待會用來踢右掃 便瞄準了對方的臘骨位置 帶起腳向上 然後打橫踢下去 我們做防守 不過我們要向右邊踏一步 然後把手扶出來 把身體扭一扭 夾著他的腳 在這裡換上頭 然後回來 他從右邊踢過來 一踏,然後回來 記住,這裡一夾的時候 雙手要索實一點 拉起身體,然後正面對抬 這就可以設定下一個想法的技術 我們練習拳頭 我會踢一腳去你的中掃 你向著我這個方向射到0 然後夾著,夾著一點 試試看 1、2、撲 對 撲 撲 我們要記住,身體一定要扭 剛才做得很好 對 如果用來正身的話 我們會吃掉中掃腳的臘骨 即是射一下力氣 對… 我們用背闊肌肉最大的肌肉 去吃掉力氣 不會用臘骨去頂 接著下一個,我們是做摔 我們摺著 當我們摺完腳後 他會怎樣直接做摔技 去做反擊 這個我們先請我的師兄出來 做一個夥伴的示範 歡迎你 是我期待的畫面 好,他就會看中掃腳 然後我踏後摺著 然後這裡一定要夾緊 我會把我的人走進他的重心 在那裡,又這樣進去 然後這隻手織起向上 這裡捉住他的頸部 按向下 一個旋轉的力氣 向著斜45度下方扭 踏前 升起,扭 這個時候我們會做一個掃腳 把掃到地上 再來一次 踢,摺腳踏 原來這麼近看,有這個震撼感 難怪有些人要買第一行的拳賽飛體 很真實 接著就到阿神 負責他摺我 看看他是否一個香港的新小鷹 很害怕 我踢,摺 然後摺著手 踏前一步 對 同時這個… 捉頸的後面,深一點 然後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踏 是否潛的剛才不夠深 如果潛得越深 你的重心會越容易跌倒 反而我覺得手捉頸後面 可以多捉一點 好 你要弄低我的姿勢 你打算把我的頭插在地上 好 因為我的頭 只要跌倒了,我一定會跌倒 要去到這麼極致 頭要幻想,你先插在地上 好,因為拳手的精神 是嗎 是嗎 感覺到了 這麼多了 多一次的 謝謝… 其實辛苦你了 稍後我們來做一個摺頭的動作 摺完後,我連打一個鎖技 做一個斷頭和肌肉踢的動作 很多時候摺完之後 他也想立即站起來 可能會衝一個雙倍 有時候我們就摺著他 然後直接進鎖技 好,大致上的樣子就是這樣 他踢,我摺了 然後摺低他 在這個時候,他撞上來的時候 壓下去 這裡,撐住他的頸 這裡,撐住了硬面的動作 即是撐住他的手 這隻腳放在膝蓋上,坐下來 然後這隻腳跨上這邊 上半身做一個扭血頭的力 下巴就碰住他的肩膀 好嗎 然後他就會踢 當你發現他無法呼吸的時候 你的夥伴就要做拍手的動作 放在膝蓋上,放在膝蓋上 在這個時候,他衝過來 之前我們打算撐住他的頭 在這裡,我們的法力是… 這隻撐住他的手的手 就會繞著我下面的膝蓋位 然後做一個反的動作 由原先手掌向天 變成手掌向下 這裡的位置就會剛剛好 放在他喉嚨的位置 當我一做反的動作 就會叩住他的喉嚨頂 好嗎 我的目的就是 像這裡有一把刀一樣 夾住這個位置 然後用上半身的力 壓他的喉嚨下去 讓他的喉嚨迎接這把刀 就像是斷頭台一樣 然後我這隻腳 要放在他的盆骨 把另一隻腳反到另一邊的盆骨 從這裡 把這隻腳放到另一邊 這隻腳後著另一邊 我們正確的做法 就是撐住後 把我的下巴滲在他的頸後面 困住他的頭 在這裡的錯誤動作 最後就是他人咬向後的發力 我們一定要把他人藏起來 盯著他的肩膀後面 讓他無法突出 就像這樣 我們藏起來 把所有東西變成很小的東西 夾住 像一條石去捕死獵蜜的時候 我們不會攀開東西 我們會抓住 把這個空間變得最小… 好,踢、摺、縮、縮、放 這個獸,我想衝上來 這隻要… 這隻獸就是夾住 去拿著頸頸 這裡繞著下面 然後坐下來 把這個膝蓋… 這個膝蓋放在那邊 然後這隻踢上去 手做回剛才的法力 當我頂不住的時候 我還要發生 如果坐頂的位置 是用哪個位置頂著 我們會剛好用了 一個由手腕帶的位置 踢 這邊 這邊 好… 今天我終於可以在畫面上嘗試 做少許MMA的動作 我也覺得很滿足 而且我覺得原來實戰玩樂 真的會更加興趣 原來是下了場試 想之後再練好這件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嘗試一下 對,我覺得MMA是一個 全民可以做到運動 自從我學了MMA之後 有人變得健碩 自信心都會翻身 真的嗎 我也是 RJ,平時我練習上課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甘於記憶 但我今天發覺 練習這幾樣東西 我應該會回去再… 每天都當作一個空氣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有興趣 我想問問你 除了打球之外 其實MMA的歷史是甚麼來源 為甚麼會衍生出來 其實MMA很早前有發展 但真正正算得上是MMA的一次 就是在1993年 UFC舉辦的UFC1的第一場比賽 當時的主題就是風格對風格 就是各門派別 派他當中最頂尖的選手 出來應戰 參賽者包括… 有鬚膠、雙脖、斑膝、斑膝油術 抬拳拳道之類 當時的規矩沒有那麼文明 他們不限磅數 所以雙脖手是100公斤 打斑膝油術膠可能是60公斤 他雙差的磅數是40公斤 其次之外,他的規矩也很開放 包括拳腳踩踢 踢的話,我們不會禁止他踢下音 即是可以踢下音 以前可以 現在不行了 現在我們文明後 有很多規矩去保護選手 慢慢變成一個運動化的趨勢 所有動作都是合法地做的 例如扯頭髮、打後腦 落地踢球、踢人的頭 塑膠球,所有東西都是合法的 當中到最後決賽的時候 由Voice Gracie,代表巴西游術家 他是他的巴西游術家 距離世家最勢力的人 對戰美國的選手 是一個率教手 最後由Voice Gracie 贏出了UFC運輪 所以巴西游術在MHC裡 歷史上開始成名、開始興起 聽你這麼說 其實有點像我們以前看武林小說 少林、武當和很多派別 爭取武林的巔峰,對吧 對 我想知道,例如你剛示範 但你也會打比賽 你平時打比賽是甚麼磅數 我們男子組由最輕的56.7公斤 至最重的260磅 一直不同的等級 我打的就是65.8公斤 就是魚糧級 那如果65.8公斤 平時一定要控制著飲食 或者做些重量訓練跑步 要保持住 還是在臨比賽前 儘量吃重磅一點 然後才切斷 我們會先做一個減脂的頭醉 減脂後,到最後過磅前的10天 我們便要控制飲水的量 做一個水溫 突然會喝很多水去洗走身體的礦物質 鹽、鈉 那時候儘量吃清淡一點 然後到最後的階段 就是做焗礦、焗桑拿 可能有些人喜歡穿焗礦衣 出去爬那部 可能有些人會浸熱水浴 焗礦很厲害 職業職員可能可以焗幾公斤 希望下次可以來這裡 找你切磋學習 好,歡迎… 我記得我第一場打的MMA比賽 就是對著一個冰膠手 之前練習了很多防冰的技巧 以及怎樣站在這裡時 去對付他,儘量避免落地 當時也有點擔心 始終是自己第一場比賽 如果第一場比賽是輸了的話 記錄是寫0、1 就會覺得自己很醜 所以第一場壓力大一點 就一定要贏 最後到比賽的時候 我做了一些防摔的時候 真的不太成功地防摔 但一到地的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 巴士頭術底的選手 一到地的時候 反而就算跌倒了 但仍然是自己很熟悉的範疇 仍然得心應手 但最後很快在第一回合 一分半鐘 我便把對方鎖回反省了 即使我之前很害怕被摔倒後 但仍然我用一些鎖技 可以克制他的摔倒 最後我便贏了那場比賽 早期的MMA在香港 也不太性行 可能只是有一間武林傳奇的比賽 請了一些外國來的選手 然後慢慢發展到越來越興起的時候 就有Inpi和現在有的Just MMA 去辦一些職業和業餘的比賽 現在並不是真的很興起 尤其是這幾年 少了一些私人公司 去投資上去辦一些MMA的比賽 但在網絡上 我看到其實很多人 有辦不同的YouTube頻道 去分析一些影片 介紹一些外國大型組織的 一些比賽的討論 然後有一些技術的分享 大家對MMA的認知 會越來越多 亦會越來越受歡迎 應該可以吸引到不同的本地 無論是組織、投資者 還是一眾的支持者 都會越來越想看這個MMA的比賽 我對於未來的目標 就是我現時正在 撤裂不同專項武術的範疇 例如我剛好上星期 打完一個泰拳的世界賽 雖然成績比喻理想 但我仍然在泰拳上 繼續努力去鍛鍊多點 我站在這裡時攻擊的能力 其次之外 我也會繼續鑽研自己的 巴西流術和防速的能力 我希望在未來 可以接到一些在海外的MMA的職業賽 繼續開展我的MMA的路程 我玩完MMA後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平時也有看過 UFC的比賽 我覺得一直都幻想 自己有一天可以在場上打 今天真的拍攝這個節目 有機會可以上場打 可能抱著對手打關斗或摔來摔去 我覺得這件事原來我也能做到 我本身以為只能看來視覺享受 但原來能上場 真的有個老師逐步教練 去掌握 那種滿足感是自己做到 原來真的會培養到興趣想 真的是連累 剛才那四段 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三、四段 因為落地的動作我比較喜歡看 因為我平時也是… 剛才我也有說喜歡看小鷹、狼王 他們都很擅長摔倒人 以及鎖死別人的技術 我很喜歡看那些 看別人拍攝地下 我就覺得K.O.真的很有型 我一天… 我一天…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